无奈打开门链 沙窗 沙门通通都被水淹坏 这里是台南安南区 甚至前一天暴雨淫散 民宅内大净水 居民真的好无奈 被水淹怕了 干脆不买家具了 家徒四壁状况好悲情 虽然水退了 不过天空仍阴霾 旺盛队流还在蠢蠢欲动 红色跟黄色区域是比较强的降雨 造成嘉义以南的话 有些局部大雨 甚至在台南地区出现这种 短岩石豪雨的状况 最主要就是受到这个西南季风 加上对流云气发展旺盛 而且这里还有另外一波雷雨带 正是逐渐的朝台湾来做前进 造成南台湾降雨量是相当的丰沛的 不过北台湾也别高兴得太早 中午过后高压平弱降雨区域 将由南往北破绽 尤其北北基仪要注意 局部阵雨会有大雷雨发生 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要提防 是昨天类似昨天这种大雷雨的情形 可能有些局部性大雨 甚至是豪雨出现的机会 西南部雷封面带来风配降雨 不过隔了个中央山脉气候两样情 背封面的花冬 台东金轮一早已经出现 逼近35度的高温 成长效应影响午后会越来越热 本岛的高温大概都是在 31到33度之间 特别要提醒因为花冬 在西南风的背封侧 可能会有这种局部36度以上的 高温出现的机会 虽然周末两天雨势将会趋缓 不过西南风甩雨还没停 下周一开始了另一波封面接力来敲门 欢与新闻 陈妍卫 庄品达 张亚珠 台北台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10号公開的大根 应该静心的追踪 毕竟呈未来 动作快速度 延优 в词iz断 2号公開的小铁中 уリズ的小铁中 写独播剧场 我们从每个小铁中